講回香港黎智英案 香港政府和建制派提前 就是中共人大港區港版國安法的釋法 提前釋法 早前好像中共人大不要怎麼理會 現在其實已經提上了議程了 是不是這個已經是意料之中了 本市 我記得我也是兩個禮拜前在這裏都跟大家講過 當時剛剛人大那個議程起出來 就發現沒有國安法釋法這個議程 會不會不釋法啊 那我也講了 其實大家記得兩年前 在兩年多之前 北京人大通過這個國安法那件事 當時原本在人大的會議裡面 都沒有國安法這個議程的 去到尾加下去而已嘛 是吧 那就覆過了 那所以人大 大家也不知道人大的性質 人大是橡皮圖章而已 是吧 況且我也都講過 李家超出來宣佈說要提前釋法的時候 他都講了是得到港澳辦 中聯辦的支持 那我們聽來我們很清楚明白 所謂得到中聯辦 港澳辦支持的意思 其實就是中聯辦 港澳辦的意思 特區政府在這些事上哪裏有自主性啊 現在只能聽令於港澳辦 中聯辦 這個太上皇而已 是吧 所以如果中聯辦 港澳辦都已經 就是立了指要透過釋法去扭曲 進一步就是在國安法之外 扭曲那個法律的條文的話 那我覺得人大就沒什麼理由不配合的 就是它是橡皮圖章而已 是吧 所以我覺得當時我也講了 吸收回兩年半前的經驗 它到時臨到比 加上這個議程 一點都不出奇啦 或者說有別的盤算 遲一點就認識 也都有可能的 是吧 所以它第一 就沒有這個議程 就造就了一個理由 給政府將黎智英這宗案的審訊日期 突然間就押後了接近十個月 原本十月審的 現在去到明年九月 好了 到了你押後了之後 它才來釋法 才加上你的議程 一舉兩得 那你都押後了 第二 到釋法的時候 它就加上這個政府 或者中聯辦 廣告辦 想得到釋法結果 為十個月後的審訊 慢慢調整大家的期望 令到這位海外的隊伍是吧 就是慢慢的 工作正日到期 又不幫你做 加上認識法更加不用指意這樣 我相信整件事都是完全在意料之中 嗯 那就玩了別人一波咯 有些人說好像北京不理不理李家超啦 說你自己的東西你自己搞定啦 原來其實都不是由李家超自己搞定的 人家本身都想著會搞定這件事的 當然啦 如果不是 我是說釋法這樣的事 哪裏是李家超自己做主的 肯定不會是啦 它都是聽令於中聯辦廣告辦的而已 那現在雖然不知道結果是怎樣的啦 不過好像香港人說的 真是涼過水啦 這個釋法的結果 不會現在好結果啦 這部事 是不是啦 釋法從來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來的啦 釋法結果 是吧 釋法就是因為某種動機 這種動機已經決定了一個結果的啦 現在大陸開關 可能疫情啦 造成的影響要微波靠到香港 那現在香港政府又在那裏打算搶人才啦 現在那個計劃都出來了 就說每一年要搶三萬五千個人才 那接著又說要希望你談到一千多個企業 留回香港啦 那現在看到英國那邊似乎都有一些 政策想搶人才喔 在英國那邊通過一個測試 是不是報仇過叫 是啊 沒錯 沒錯 通過一個測試呢 香港人在那邊可以執業的喔 這是不是 對於對於香港政府搶人才方面 是不是都會造成一個影響呢 還有另外對 去到英國的香港人來講 是不是都是一個 怎樣一個喜順呢 英國政府呢 還沒有說要搶人才 不過英國這邊呢 一向都歡迎一些符合資格的人 在英國這邊就業的 所以以前在歐盟時代 那很多歐洲那邊的人呢都是在這裡做事的 那也是 他這次呢都沒有說想人才 只不過這次呢就放寬了一些有海外的教師資歷的人呢 他是可以透過一個 就是一個考試啦 如果合格的話呢可以取得本地教書的資格 那等同於這本地受訓的教師 那大家知道啦 過去兩年呢 很多離開香港的人呢 都是從事這個醫護啊 科技啊 還有這個教育工作的人 那就是說如果這樣做的話呢 離開了香港的教師來到英國呢 如果想繼續教書的話呢 就多一個可能性啦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來到英國之後呢 他本身是在香港教書的 來到香港之後呢 他都在學校工作 不過呢就不是做全正職的教師 是做教學的助理 那已經有了 那就是說對於他這類人 他遲些就可以考過一個試 考到就可以在這裏正式做教師啦 或者有些人來了英國 還沒有工作的 但是他有香港的教師之力的 他就可以考過一個試啦 那我對於一些在香港的教師 大家知道香港最近通過了一個 教師專業指引守則 那很多人都說 會將香港的教師變成教農 沒有了自主性 變成了這個政府的洗腦工具 和代理人 那很多教師呢 其實就對於演變成這樣 相當之不開心的 那我相信也會刺激到 更加多的教師來香港 那所以呢就要說清楚 英國沒有說要搶人載 不過呢就他 在某些情況下 容許一些有海外專業之力的 來英國做事呢 一向都有了 譬如舉個來說 在香港的護理人員 在香港的社工 其實過去啦 來到英國 或者香港受訓的律師 他來到英國之後呢 都可以通過去投效一些專業史呢 是取得這裏的專業資格的 那是一向都有這個做法的 只不過現在這個做法呢 延伸到教師的意思而已 那這個從來都側面去說 香港就說要搶人載 還說到這麼厲害的 是吧 那些人會投票 當然是用腳來投票 未來呢 我們就三年 未來幾年 每年搶三萬五 這樣過了幾年呢 就 補充回了 過去離開的那十幾萬 勞動力的啦 這樣講到這樣啦 那但是 我們大家就拭目以待 是吧 我又不信 就是我自己一向又不信 真正的人才啦 會很喜歡來到香港 這類這樣的社會去做事 真正人才就有選擇 在香港現在的情況 搞到 講一句話都要害怕 搞到周圍的氣氛那麼差 動一點就說你們國家安全 沒有資訊自由 言論自由 沒有新聞自由 真正的人才 怎麼會選在這些國家 在這些地方做事呢 有得解區選別道啦 是吧 那所以我覺得 你不改變香港現在的處境的話呢 所謂搶人才呢 這個講法 講給阿姨聽而已 實際上不會有很大成效的 你連挽留自己的人才都挽留不了 我相信英國有了這個新的選擇之後呢 未來幾年會有更加多教師離職來香港 因為香港做教師實在太委屈自己了 那你連挽留人才都挽留不了 你就憑不去搶人才呢 你說250萬 這250萬 這250萬是不是政府給先 不是嘛 你家企業覺得值得請一個這麼高生的人來香港 他才會請的嘛 而他覺得請一個這麼高生的人的前提就是 他有生意做 他覺得這裡有前景嘛 但香港現在的處境 提供了什麼前景給這些人呢 所以你說每年給35萬 全部都250萬以上的 一會兒就說 搞人才槍口 一會兒輸入專才 一會兒又搞企業幫他們在香港落戶這樣 這些講法全部都是 我覺得現在香港政府的官員 講完就算了 做不到又不用問責 幾年後大家都不記得了 也不關他事 他也不需要向政黨負責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正直正確 說一些爺爺喜歡聽的東西 說一些懶惰樂觀的東西 但是我相信做到頭來 你香港有這樣的社會 如果連自己的人才 自己訓練的人才 都挽留不住的話 我看不到有什麼空間 有什麼條件 去令可有的人才 來香港做事 這個名字叫QTA時間 這個評価對於香港的教師來說 是否都不會這麼難的 是不是 都要做這些功夫的 因為那個QTA 它包括幾個環節 我曾經看過 你都要對英國的社會有些認識的 也都要對英國的歷史有些認識的 當然它有些是涉及到教學的能力 教學的技巧這些東西 那這些呢 我相信 如果真的有心這樣做的人 都要做些功課 去看清楚那個幾份卷 是考些什麼 然後做些針對性的 針對性的 就是更新 和這個學習 那才有機會考到一個試的 那當然 有這個機會 就像我所說 如果你在香港 有教師資格 來到這裡 就算有學校請你的話 都可能只是做到教育助理 那現在呢 就有這個途徑之後 你考試的話 那就可以真的做一個正式教師 博士 因為現在就是 還有幾天就去森林了 就在下年做到了 森林路路了 你知道大陸那邊 那個防疫政策 有網民說嚇到國際都數了 就像博士剛剛說的 有這麼多國家 已經對中國的人入境 就有些間諜 就現在擔心這樣 那怎麼總結2022年 就是就像習近平說的 什麼黑天鵝灰犀的事件 要怎麼預測 下年的中國的國際的變化呢 實際上我也想在報紙說 中國國際和香港的國際 在未來2023年的變化 有沒有什麼貴變 還有2022年有什麼總結 我就很想應求 不過這麼說 2022年對於中國來講 是一個自己的錯誤 令到一年一整年 差不多是八個了 今年初的時候 當全世界都領政策 與病毒共存 北京就說 繼續要清零 要這樣 從這個方法體現 國家體制優越 拒絕西方疫苗 結果就用核酸檢測 這些完全沒有治療效的手段 折騰了國家一整年 二月封上海 之前封西安 接著各個地方 就算不是全城峰 都是續區峰 償費了大量人力物力 去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搞到經濟也都不斷下滑 頭三季的經濟數字 第三季雖然好些 但實際上 都是相當之差 今年能夠補到5.5的機會 是真的沒有了 能夠補到3 就算不錯了 這年是白過了 而事實上這一年去 造成很多的不幸 大家在上海風情 聽到很多故事 很多人失去生命 很多人失救 很多人失去工作 和職業和收入 這一年 對於中國來說 是折騰了一年 人家年初已經開始復甦 中國就到了年底 先說取消那些不合理的政策 還要搞到大爆發 這一年時間造成的延伍 相信不止一年 所以2022年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很差的年 我相信2023年看來 他們現在就說什麼 明年要爭取5%的經濟增長 最近中央高層經濟會議 就擁抱經濟發展 要通關 又說什麼 又說習明又出來說 在報道這樣說 說他是從來都不 從來都是民間企業的好朋友 是吧 但是這一年大家看到 民間企業如何被打壓 無論這個網友 無論這個補習 甚至大企業 就是馬化騰 馬雲這些都要被迫 就是 就是 共同富裕 要捐錢 那搞到 就是很多企業都做不到下去 那所以 造成的損害 需要時間修補的 那再加上現在的病情爆發 不知道爆到什麼時候 也都有可能 會令到西方社會 再一次 對這個中國封關 就是這次不是你封人 人家封你 這次 起碼未來一兩個月 有這個可能性 那我相信未來 2023年 我就算沒有水晶頭在手 我也相信 特別是上半年 都是很困難的 下半年有沒有好轉呢 就要看各方面因素的消長 香港呢 就是 老實說 有了國安法之後 香港整體都有一個倒退 現在看來這種倒退不會停止 那我相信 香港會繼續 是一個十分之低層的氣氛 政府也都沒有能力 令到社會 各種政策都在講字 講完之後未必做到 做到也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香港呢 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慢慢會被陰桿 我們那個國際社會 國際教育工心那種性質呢 會慢慢消失 香港人也都會在一個極之壓抑的情況下呢 增活 那 只要北京不改變對港政策 繼續打壓一國兩制 繼續任用 李家超這些這麼魔狼的人做特首 繼續任用現在這班官員 繼續有這些人做議員 這些個人品德能力都十分之差的人做議員 香港未來一年不會有什麼突破和出爐的 我相信是 不過就希望大家保持健康 就是慢慢就是 用它 講法對靜待黎明 那 就 世界局勢呢 就是當然了 中國因素都很重要的 中國始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 我相信就是國際社會 都會看著中國的情況 去應對 那 當然 在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很天真引致的 一些所謂的流年危機 食物危機 這些東西 那 但是隨著冬天呢 去到深冬 慢慢會過去 這些機會慢慢減退壓力 那我相信在這個情況下呢 俄羅斯就更加沒有籌碼 去持續那個澳湖戰爭 那所以我相信澳湖戰爭呢 有希望在 在2023年的上半年 就會結束 就是俄羅斯也都沒有辦法 支撐一場 根本沒有可能打得贏的戰爭 再加上西方社會 國際社會 高度團結 去支持這個烏克蘭 最近烏克蘭總統 扎林斯基 才去完這個美國訪問 在國會發表演講 跟著又取得18億美元的 軍事物資的支援 那這些都在反映著 就是西方社會是 用盡一切方法呢 是令到烏克蘭呢 可以抵禦這個俄羅斯 令到俄羅斯最終那種 就是 以軍事實力去希望 去希望這個 侵佔領土的意圖呢 去最終不能得正的 嗯 有一種講法 博士 就是 不少的評論都要講 中共的政黨跨台 解體這個言論 是否 你覺得 2023年 這個巨變的局部 是否 就是 就是 極少的機會在中國發生呢 就是 我一向都覺得 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中國 你沒有其他的政治 就是中共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把所有 其他的政治 板塊 或者政治的力量 都全部 都瓦解了 是吧 那又看過很多電子監控 監控著那個人 那所以 無論怎麼說都好 他的做法多野蠻 多不合理都好 他在國內透過洗腦教育 看過各種監控 透過消除了公民社會 所以 確實呢 就令到他是 有效地 控制著那個國家的 《納約時報》有一篇文 今天 就說 就是 中國是有效 就是 控制著那個國家 但是呢 自理就不行了 這樣說 那我就說 中國從來都是控制著那個國家 真的就是靠 他沒有自理好的國家 如果他要自理好的國家 那個國家 怎麼會搞到 就是 道德淪喪 價值崩潰 是吧 不會的 他從來都是靠 控制手段 令到你不會危及到 他的管治而已 那所以我想 中共會不惜一切資源 他的所謂 維穩開支 是高於軍事開支的 是吧 他不惜這些資源 是維穩的 那就是說 到現在看來 他的政策 無論多不合理 多野蠻都好 他仍然都是能夠 有效地 控制著國家的 那我看不到 短期之內 有任何的 政治力量 可以 打破這種 很野蠻 但是事實上 也是有效地控制的 但是他會 越來越吃力 越來越困難 越來越難以承擔 那種軍代價 這些都是事實 特別如果他 沒有辦法 跟這個西方社會 交好 經濟出現一些轉變 再加上 以前積略下來的 廣州問題 慢慢爆發之後 他當然很難 是長期承擔 一種這樣的成本 他這樣控制著國家的 所以我相信 我們保留一絲盼望 一個這麼野蠻的政府 始終會面對自己的末日 但是可能 在現階段能夠見到的 這個日子 除非有些很意外的事 如果不是這個日子 似乎暫時 暫時還沒見到 今天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主持了一個 農村的工作會議 提倡 大學生 大學生 要圍鄉 能人要圍鄉 農民工 要回鄉 企業街 都要入鄉 他又提出 叫什麼 要撒施新一輪的千億金糧食 橙輪提升運行動 這個令我大家記憶猶心的是 很多年之前的知識分子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的運動 不是 怎麼解決到 習近平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想他去到這些農村的會議裡面 就除了阿波倫的事 指名方向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你現在下鄉的人做什麼 其實農村經濟基本上都相當脆弱 很多農村企業 鄉鎮企業 中共說 鼓勵農村企業 或者鄉鎮企業 講了很多年 但是實際上就不是特別有成果 現在只是靠城市 或者城市周邊 去提供各種的職業機會 來消化那些民工 令到那些民工出來有事做 而他們有事做 要把錢匯回鄉 去支援鄉村 所以農村經濟 很多基本上都是崩潰的 很多農村政府 就不斷地把有限的資金投放 去搞這個房地產 而造成的問題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很嚴重的地方 所謂三國債 以至農村 所謂村委會的經濟 或者那些財務 都出現緊張危機 這樣 所以才出現今年的年中 大家還記得 很多村子銀行 給不到錢 這些存戶 最後呢 就搞到一些人維權 示威這樣 這些問題到現在還沒解決的 所以你現在 偷一說 說一堆廢話 我覺得 說一堆廢話 就是做不到自說 還有 這些事情做來 對於解決當時問題有什麼意義呢 除非你說 他真的沒辦法應對 應對這個 就是 人民的訴求 要透過這個方法 去將這些人打散 情況等於1975年 在赤簡 波爾布達政權 這樣 因為要將一些人投放過農村 令到他們不可以反對他的政權 可能是這樣 這個我相信 不是這麼輕易 好了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你護士 多謝你 拜拜